Namotas Bhagavadu Arohatu Sama Sambuddhasa 离经他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尊者 我们之前有讲过如何认清压力 如何看到压力的原因 然后如何克服 特别是身体的 身体的压力通常一般上的情况 不足三天就可以化解 就是好好的安心的吃饭 做些运动爬爬山 流汗然后游泳 然后好好的睡个觉 不要放闹钟自然醒 那通常不足三天 这压力就没有了 但也有一种身体压力 是不是这么简单解决的 比如说得了癌病 那个压力已经压出病来了 对了肝病 脾气就不容易好 也是容易冻怒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有些时候对身体下的功夫 还要再加强 要耐心一点 但是通常这一类的 已经到了三天不能解决的 几乎相当肯定 有心的问题 当然有些纯粹 他说是身体吧 但是你的心一定要克服 因为它身体的压力一久 你如果不小心 心也形成压力 它就一个恶性循环 身心影响身心 就恶性循环 这是心要培养起来 好 心是怎么起压力的呢 往往我们是一个 比如说过期的记忆 一直想着想着想着 也会增加压力的 一个是未来 想着未来 哎呀怎么办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要交货 时间到了 我要交货 交不住货怎么办 材料没送来 我怎么交货 怎么做出来 我是搞生产的 对不对 那么上市给你的一个销售目标 怎么达到 这可能也有压力 时间到了 约尾了 剩下几天了 怎么达到销售目标 这可能也是一种压力 好 那通常呢 这种游戏也是跟外债有关 你也控制不住 也管不住 老板给你一个销售目标 你怎么办 你能怎么样 好 告诉自己 压力不能解决问题 我有多担忧 焦虑 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能解决的 我就去解决吧 有什么好压力的 如果不能解决 反正不能解决 要挨一顿骂 要挨骂吧 是不是 反正我已经尽力了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心不受压力 只要愿意只是努力的 拿出最有效率的操作 新的操作 最有效率去面对生活 压力没有增强我们的效率 虽然省湿了过后 当然有些还是做不到 做不到呢 比如说 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躺下来 在休息的时候 看着这个压力 怎么在身体操作 怎么在心理层面操作 是怎样的 我要认清它 我要认清这个压力 压力是什么 可能你会看到身体的波动啊 胸口压压的啊 之类的 然后你看得更细 那时候它在生灭 它会过去的 所以如果你躺 就这样子观察 做一个超然的观察 观察大概 不处一个小时 因为你就舒坦很多 就轻松很多 那个时候呢 让人家看看你的心境 是不是因为执着 让自己压力 不能承受失败 让自己压力 不知道一定要 自己所要的成果 承担 给自己压力 如果我们能够认清 生命的真相 轮回里面 本来就是有解决不了的事 本来你再怎么圆满 它就是有缺陷 就是有些东西 你无可奈何 所以如果我们 没有能力度过 这些无可奈何的 生命历程 我们就没有办法战胜 跨越到一个 更高的领域了 要能够接受失败 挫折 考验 磨练 倒霉 丢脸 这些都要能够克服 告诉自己 这是生命的一部分 不要去跟人家比 不要跟那个 好运的人比 有一天也不知道 他能够好运多久 我们自己也一样 不需要跟人家比较 自己告诉自己 要感恩了 现在有饭吃 现在的心还正常 不是一个智障的人 现在我的心只要想好的 我就一直在造善音 讲好的 对的 我就造善业 跟善音 然后呢 如果我能够做好的事 所以身口意 都是往好的方面发展 那每个音越来越好 那忍耐一下 恶业就越来越消 那我们其实是能够 让我们的度过难关 甚至能够有法的力量 去克服困难的 所以这是一种方式 不然你就是放空 放松 看着他 看着这些过程 躺着看着他 而他也会过 过了年 会化点赢的一种信心 生命的问题 都能够得到克服的 所以慢慢压力 就会花起 增强我们的情商 专注在什么是相关 什么不相关 对我们的生命变好 没有加分 那就不相关了 不相关的是训练自己 不要去想它 把注意力放在相关的事 能够给我的 生命变好 能加分的 那就是相关的事 一旦你培养出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什么压力 也难不倒你了 人的生活里面 哪有没有 有压力性的现象出现 是我们的情商 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的心 不受压力 那如果是身体的压力 那就好解决了 不出三天 好好的休息 运动 如果懂打坐 能打坐 然后好好的 让自己的生活 三餐调节好 那不出三天 身体的压力没有了 也就没有压力了